iPhone手机的光环加持之下 这Mac系列的电脑跟iPad平板 在企业界的接受度是节节的升高 让这苹果在商务市场的市占率 越来越稳定成长 预估在2015年 跟这个苹果在企业 还有政府市场的市占率 将会进一步扩大来到了11% 而市场研究公司呢 顾能表示说在PC制造商 去年总出货量来到了3.159亿台 出货率下滑了 超过了10% 创下有史以来最大的衰退幅度 第一名的假期销售 凸显出现在消费者 还有企业已经是 弃手了桌上型还有笔记型电脑 转向了是在行动装置 好 现在市场最前线呢 是来关心是在台北股市的行情变化 不过我们现在来观察到 是在今天这个财经官员 财经爷们又谈出来说 台北股市里头呢 似乎不仅散户归队了 而且就连大家非常关注的大户 也已经回到了台北股市 等着要开始叙事待发了吗 所以目前散户到底要不要跟着上车呢 不然近到今天主题之前 还是要来掌握回顾一下 昨天的节目当中 这个制度的安稳呢 非常这个专心也非常的细心 帮大家找出来一些 这个油亏转赢的转机股的 今天在台北股市当中的行情变化 这个有部分的个呢 我们今天非常的强势 不管是包括了是在达方啦 今天在接近尾盘的部分 一张的这个一根的大单直接敲进之后 达方直接是亮灯转停的 非常强势直攻转停板 另外做出口面板的部分呢 这木东啦 昨天也是提到说 今年有机会能够开始油亏转移了 法人孤会开始赚钱 今天大涨超过了2.3% 那又包括了金宝跟大同表现 都还算是相对的稳健呢 至少都称在了红盘之上 我们用30秒时间帮大家回顾一下 昨天在台股当中 在节目当中谈到的个股部分 不过还是要回到了 是在今天大盘当中的行情变化了 怎么来进行观察呢 今天在大盘里头 非常明显看到说 亮能呢的确是有增加的 今天在盘中的时候 希望能够突破了这个千亿元嘛 但是这个尾盘似乎还是 有点点就后续无力 只来到了900多亿元 但是整周来看很不错哦 排股周量增加了50% 超过五成以上的水准 这点要先问一下 是在董哥了 即便说这几天 大盘真的知道说 天天都在开高走地 上演同一个戏码 但至少量出来了嘛 有量就有价是不是 有量有价是正确的 但是还有一个重点是说 量你要考虑的是量 如果是价涨 量增 这个量就是攻击量 而且是获利的量 如果是价涨量缩 或是价跌量增 这个量是空方的量 所以同样量出来 代表是人气回来的 没有错 但是操作方向要特别知道 多空的量价模式 所以我们用前来看 今天开红盘 整个七个交易日里面 有六根是黑棒 黑棒的简单的讲法 就是开高走低 红棒是开低走高 所以我们看到开红盘 七个交易日里面 那有五天六天都是开高走低 那同时同样特别留意 我们从筹码面来看就很清楚 这个大盘的量出来了 那政管会主委也讲了 那经管会主委也讲的 从目前的大盘的量出来了 散户回来了 大户也回来了 我们看这个筹码来看很清楚 这是去年2013年 一整年融资增加是141.41亿 融资只增加了7.80% 一整年只增加了7.84% 但是我们看 开红盘的七个交易日里面 我们融资增加多少 融资增加的幅度是 7.84% 那整个大盘来讲的话 是涨了11.85% 那这是去年一整年的 但是看2014年 今年来讲的话 融资七个交易日 融资增加多少 融资增加了40.85亿 所以原来你看去年一整年 还增加了141亿 开红盘七天就增加了40亿 所以量是增加了 我们看去年一整年的日均量 是784亿日均量 去年最大的成交量 只有1219亿 但是我们看开红盘的成交量 日均量 这七个交易天的日均量 是1044亿 那单日最大量 是1353亿 所以我们看从去年的 一整年的量 那量都是非常的保守 日均量只有700多亿 最大量只有1200多亿 但是我们看开红盘七个交易日的 平均量 日均量已经超过1000亿 最大量超过1354亿 所以我们看这个量回来了 量回来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人气回来了 那人气回来的话 我们刚才讲过 要观察这个筹码面 是偏向散户盘 还是偏向法人盘 如果这量出来了 是法人在买 这个股价就形成波段上涨 如果量出来了 这个筹码是散户进来了 那这个相对股市就会小心 会不会形成融资多杀多的现象 所以现在还没有签定说 到底是一个法人盘是一个散户盘吗 可以确定了 是散户盘 散户盘 来我们这张表格看得很清楚 开红盘七个交易日 我们看融资增加到40.85亿 然后外资是 投信卖超31亿 自营商卖超4.82亿 外资买超33亿 三大法人加起来 是只有 是卖超2.44亿 融资增加40亿 三大法人是卖超的 所以融资增加 三大法人站在卖方 那我们看结论 到底涨还是跌 开盘的七个交易日 我们看 整个大盘的指数是跌了82点 那代表什么意思呢 融资这七个交易天 买超了40亿 结果股价是跌了82点 代表什么意思 买超40亿全部都是套牢 所以这个从哪里面 融资买法人卖 然后股价又下跌 这代表散户套牢的 散户盘的模式 我们看一般的经验法则来讲的话 如果融资是卖超的 融资是买超的 法人卖超的 那这就是散户盘的模式 如果融资减少 三大法人站在买方 这就是法人盘 所以刚才讲过 今年七个交易日的 日均量1000亿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人气回来了 但是筹码面判断 是散户盘的模式 那我们看外资 开货盘七天 只买超了很少很少的金额 只买了33亿 它在期货部空单 8647口 选择前部空单 是59819口 所以外资在现货只小买 但是期货跟选择前 是部空单 所以从期货 跟资券关系来看的话 目前就开盘了 七个交易天 大盘的量出来了 但是形成散户盘的模式 而且散户盘的40亿 现在是属于套牢82点的阶段 所以在操作上要特别留意 刚才讲的K线 七个交易天 有六根黑K棒 黑K棒代表开高走低 所以操作上的话 开放当日冲销 我们之前也讲过了 那一般有博士论文 硕士论文 有研究过当日冲销的结果 我们上次讲过 赢家的法则就是先卖后买 隔日冲的话是 尾盘买进 隔天开盘卖出 这是硕士论文 博士论文的实证结果 但是我们看 这次开盘的七个交易天 完全符合学术界的论点 开高走低 每天七天 里面有六天都是开高走低 所以投资盘在操作上 要特别留意 目前的操作模式 K线如果是开低走高 你才要顺势做多 如果这七天都是开高走低 你的操作模式 就要变成尾盘买进 隔天的开盘卖出 这才是赢家的 当中的一个经验法则 好 所以这个董哥 他终结一下 在这个开新春开红盘过后 七个交易日之后的 这个台北股市的 这个行情变化 似乎在这个口吻当中 还是透露说 似乎这个短线来看 也许台北股市 你会觉得比较保守一些些 这个是董哥的看法 不过即便说这个融资 这个幅度增加40多亿 这个定调是一个散户盘 但是即便是散户盘之下 也有法人的各国 同样要先来预告一下 这个今天这个增评中 既然会说出这样的话 就代表说 看到了一些迹象 的确大户大咖 已经是进来了台北股市 进来之后呢 大家非常的想要知道说 那他们到底会买 哪一些各国 还是要预告一下 就是在画面上这一档了 也是非常的便宜 这个股价只来到了 一字头附近了 而且目前这个EPS方面 还不错 今年还算是蛮赚钱的 跟去年的表现也不错 怎么来进行观察 我们稍后都会来做一些 这个更多的揭晓 不过还是要问一下 是在正弦了 刚刚提到说 在这融资增加40多亿嘛 但有很多的部分 应该是由这个当冲 冲出来的 这个就目前的官方说来看 昨天呢 当冲的张数来到了 6.47万张 占了昨天大盘 1341亿当中的1% 虽然只来到了1% 但是你要知道说 这个是第一次 突破了1% 就你观察 是不是真的是 不少散户进来当冲 他们对当冲 是耀耀欲试吗 其实今天韦玲问我说 这个散户到底进来没有 其实老师说 问我应该是最准的 那为什么准呢 不是说我们看到了很多数字 我们常在讲 这个头顾跟周刊 用电话铃响的这个频率 就可以知道 散户有没有回来了 是是是 只要这个电话铃 开始响不停 这个我们的一些业务同仁 开始接电话 接到手软的时候 就可以很明确的知道散户回来了 那过去来讲的话 前上之前上12月的时候 虽然这个指数看起来 涨幅蛮大的 可是这个电话铃响的 不是频率那么高 可是我看到最近 刚刚就有董哥说的 开红盘之后 其实跌了 82 6点左右的一个价位 可是电话铃不停地进来 那我们就知道 散户真的进来了 那散户真的是输吗 散户如果输了 还愿意这么进来吗 其实刚刚董哥 是用一个指数的方向 来提醒我们 不过我们也可以提醒 另外一个有趣的地方 就是这一波的散户 其实有点类似投信 他们其实拼个股来讲 不一定有输 我举例来讲 好了 昨天来看的话 指数看起来是跌的 而且指数大概是小跌 可是昨天如果你把台积电 这一档拿掉 指数没有 指数不但没有黑 大部分散户会去追强的 像我提到一些低价族群 其实表现非常的一个票害 所以散户为什么越跌 指数越跌 他们越赶进去 因为他们手上去买的一些低价的族群 他们没有跌 反而还在往上攻击 而一些比较投机的 或者投信 刚刚才介入的一些公司 他们能来持续的做一个加码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说目前来讲 有点是选股不选市 那整个散户进来的一个决心是蛮大的 不会受限于说现在只跌了86点 当然如果刚刚吴董哥所说 现在的确是一个散户盘 如果散户盘现在突然暴跌 一根长黑把大家吓走了 那可能会出现多杀多 可目前为止的话 不但没有 而且他们手上的股票还是赚钱的 所以可以看到整个散户进来的状况 十分的踊跃 不过还是要再追问这些一项 我们来看到这张手板 说这个主委他非常的用心 这个今天在网络上面 大家都知道这个真名中 就是直接犒怅了多头总司令说 哇 这个多头总司令又在喊台北股市了 是不是还有机会能够往上涨 而且大户跟散户都回来了 这个有量应该也有价吧 但是我们来看到说 在这个融资增加的幅度非常的明显 这个是在上市公司的 在总结最近提前之下呢 是增加幅度来到6.6% 这个增幅呢 比这个家庭指数的这个增幅还要来得更大了 是来到了5.2% 6.6%大于了5.2% 代表说现在融资进来的水位比家庭指数还要来得更强 上规方面更为强势了 在融资的增加幅度来到了1.2% 在整个涨幅是来到了10% 是不是代表说 因为其实在市场当中 大家定调说如果是散户盘的话 就是这个华尔街擦鞋铜理论嘛 大家都进来玩台北股市 代表说短线会不会有些过热的现象 就来观察过去历史今天是这样吗 过去历史的确实也这样告诉我们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目前来讲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趋势 它还不是到一个最狂热的一个阶段 那这照擦鞋铜理论的时候 那真的是每人都该跟你报名牌了 目前我们只看到就是说 过去有一些受伤蛮重的一个散户 甚至还讲说 之前大家有提到就是被镇所对下走的一些阻力 有明显的回来台北股市的一个现象 但不是到了一个疯狂的一个地步 所以我认为说往往就像我刚刚说过 好比说就我们自己公司来看的话 通常那个电话不但是要接到手软 要接到这个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的时候 我们才会鉴定为这是一个疯狂的清晰 现在目前还有明显只是说 我们回升了 过去在被镇所最逼走的资金 或是之前觉得有赔钱的这些散户 慢慢的愿意把这些钱带回来股市 做一个投资的一个效果 所以散户都在问什么 散户通常就在问这个涨停板的公司 还有一个散户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就提到刚才我已经说了 就是因为低价刚起赏的公司 在票面值附近刚刚转亏为盈的公司 通常都是散户最乐中的一个标的了 好我们就来追踪一下说 到底最近有哪一些是目前是 最近才开始慢慢起涨 也许符合了低价的转机股的这些个股 资增法人还是站在了买方的个股 有哪一些 还是有一些是蛮冷门的 可能大家连听都没有听过 但是最近股价非常的强势 在这个威强店呢 今天非常的强势 插一档就攻上了涨停板 它是做这个工业电脑的个股 算是物联网概念股当中的一档 另外是在广明啦 加利益还包括的是在农林的部分 资产股今天也动起来了 表现非常的强势 还有是在台本 最近涨幅都是从今年开始慢慢的起涨 去年也许都没有涨 去年有可能像是在威强店 去年一整年才小涨多少 小涨4.6% 它是在今年才七个交易日 就已经狂涨超过了31%了 非常强 最近才开始慢慢往上涨了 这个问一下董哥了 如果融资也真 三大法也站在了这个买方 如果是以追踪筹码 他是以追踪筹码的投资人来讲 他会觉得说 这些客股是不是也许有投资价值 对一般来讲 其实我们看到去年一整年 其中市场涨幅非常的小 OTC涨得非常的大 那都是谁在买都是投信在比绩效 尤其在去年12月的时候 标的非常厉害的 就是投信内阳的标的 都是这种该讲的 这种基本面有转机的 就是3D股 股价低 然后它的股价的基期也低 那有转机 或者是公司有一些概念 利多的概念 所以去年是涨这样的股票 集中市场是涨11% OTC涨了40几% 所以今年的开盘 在7个交易天一模一样 那刚才主编讲的一样 大盘指数看起来好像是 有点散户盘的模式 但是个别股的差异非常的多 所以投资人们今年的操作模式 可以跟着投信做 因为投信选的股票 都是一些低机期转机有概念的 那像今年一开盘7个交易天 我们刚才讲的大盘指数 好像没怎么涨跌了八十几点 但是OTC这个市场里面 有很多股票7个交易天 涨4个涨停板 涨5个涨停板的股票 非常非常的多 那代表什么意思 就刚才讲的选股不选市 指数集中市场有疑虑 但是OTC市场跟OTC的股票 相对就没有这个疑虑 所以这个看这个表格上面 三大法的买超的话 代表它有基本面帮你做背书 所以融资增加 是代表说有主力 融资不定是散户 融资也有中枢又有主力 所以当他们也增加的时候 这种标的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标的 所以投资可以参考 三大法来买超 融资也增加的 这个短线 都还有一个获利的甜头 好 这个基本面的部分 就要问一下 是在这个政协了 就目前来看 包括了加林益 去年股价非常惨烈 平盖股 搭上了平盖股的风潮之后 去年股价大跌27% 这个加林益 是从去年10月份才开始期账 算是蛮尾端的了 在去年的部分表现并不太理想 但提到产业面的部分 当然认识 这个如果是连上了苹果 这苹果好像最近也没有说特别的好 还会有任何的转机性吗 我们今天就加联益来讲好了 加联益其实最近太夯的不是苹果 因为如果是苹果的话 早就挡台郡跟真顶了 加联益今天在涨的题材是什么 是他接到小米机软板的一个订单 所以现在说 现在投信要追什么 都是一些很崭新的一个新的一个题材 就像广民大家千万不要再以为 他还在做这光碟机 投信也不再买 他在做整个光碟机的一个题材 而微强电就如我听讲的 这有这个互联网的一个概念 而台本的话 SN的一个走势 之前涨过了一波 可是下来发现SN报价持续在往上 所以我说不管是微达电 广民 加联益 台本 这市场最明显 投信都是 如果有下面可以做出投信的话 投信都在持续的做一个买超的动作 而正如刚董哥所说的 其实投信刚买出的第一天跟第二天 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些融资 这些融资并不是我们所说的一般的散户 因为其实有更多的 真实我说过的大户 它是用融资来锁这个筹码 那这些融资增加了 他看到投信上车之后 他紧接着做第二波 所以这些微强电 广民 加联益跟台本这些 目前这三档来看 他们都是有基本面的一个公司 而且投信也持续的在加码 而加联益的话 本身这个加上小米机的转机之后 更是投信最喜欢的 低基体的转机类股 除了包括了画面像自己党之外 微强电 广民 加联益 农林跟台本之外 我们来来看到另外一档 主力吃货股非常明显的 竟然是落在了传产当中的宝城了 9904的宝城了 在右手边这边是主力的筹码走势图 另外一方是站在了散户的筹码走势图 我们先来看的是在主力筹码部分了 在去年六月份的时候 这个蓝色锯条是在宝城的股价表现非常明显 在去年六月份 保证股价是来到了波段低点 但是主力他看得很准 直接的逢低开始卡位 开始布局了 持续的往上增加了他的筹码 但是散户呢 散户是不是真的有所谓的散户宿命啊 怎么会这样子 来看到同一时间呢 在2013年的六月份 非常明显看到哦 在那时候股价是相对低档的同时呢 但是散户它持有最多布局的时间点 就是在去年的六月份股价最低档套在了最低的地方啊 主力哦 操作个股就是要学习一下主力的思维嘛 对不对 董哥 不要always都在当散户 对 一般来讲 其实同时不想看到一种标的好的话 那你相对如果做个趋势才有可能 像像保存这种标的来讲 他这种标的在去年来讲 有WTO概念 就越南概念股 就越南加入WTO 那中国的人力成本也提高之后 保存他从大陆慢慢有转移到越南 那他有一些基本面的题 就题材面 加上外资这种标的 他外资持有非常多 所以我们看股票来讲的话 当籌碼在外资的手上 在主力的手上 那我们讲过一个经验法则 筹码在法人的手上 在主力的手上 再大的利空都不太会跌 但是筹码在散户的手上 再大的利多也长不太动 所以看我们这种标的 保存的筹码 都是在法人的手上 所以投资民说悬股 也是另外一个方向思考 你去看外资持股比重比较高的 或是主力持股比较高的 这种标的还有一个经验法则 融资的比重高达60%以上的 这绝对不是散户盘 融资比重高达六成以上的 就是主力在锁定的标的 所以投资民可以看到 一档标的只要要要筹码面 外资持股比重高的 或是融资超过60%的 就是主力锁单的 另外就是投信持股比重比较高的 这三种筹码面 偏向法人 偏向主力的话 这种标的都可以做长线 做布局的方向 除了包括了刚刚看到说 这些传起来的个股之外 也许很多人想说 不对啊 我喜欢的还是以投资电子股为主 电子股还是我心中的最爱嘛 而且我要选择的是大型的全资股 我听过的有名的老板的 我认识他的那种 我想要才要投资 才有投资性的价值 我们就来看到说 比较大型的个股 最近有哪一些法人 持续在锁定他的筹码 这个法人开始吃货 主力也已经开始归对的个股了 相信画面上这些 投资应该都不陌生 也知道他老板是谁啦 这个侯海啦 联电啦 中售金电跟华邦电 今天中售 哇 超强势的 日K连四红了 非常牛的个股 今天还在大盘 持续在平盘附近震荡的同时 它还往上攻击 创下波段新高 这个正写 这个金融股 是想要来领军台股当中的 红包行情吗 其实我们都知道啊 这个大家走路 要双脚走才会稳 那现在电子股已经归对了 可是传三股 去年已经走了一大波 所以只剩下金融股 还可以再跟着电子股 一起来往上走 所以今天报纸 不是有很多头条 说金融股释放了 很多的一个利多了吗 所以我们也知道 另外一个就是寿险业 其实就是最大的自营商 我们看到 星光金跟国泰金 或者中售 他们都持有 非常多的台股部位 所以其实股市 在欣欣向隆的时候 他们也是一个 最实质的一个受益者 所以我觉得金融股 有可能出现 整个落后补涨的一个走势 那刚才也提到 像这个联电跟华邦电 这两两个我们都知道 这是最便宜的全资股了 所以这些全资股来讲话 其实不要看 不要看他们买的张数 其实很多 其实你要知道 卖一张红海 等于是可以买 等于买八张左右的一个联电 所以在张数上 当然会显得比较多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说 到最后呢 投资人呢 涨户进去的时候 最容易就买这个 十块钱 或十块钱以下的公司 又有听过 所以往往会跟着主力 会跟着外池来做个归队 那至于金电 我们也可以更了解 就是说 其实刚刚也说了 投信开始做中小类股 投信在做什么 东北 百鸿 开始做这个下游的 可是外池呢 它可是几亿几亿元的进出 它没有办法去 脆那么低的股票 所以它就过来 去买一个全资股 而且它只能去买 这种大型的一个全资股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到最后变成是 投信创造主流 然后让外池来跟着 它的主流 然后去选一些大型的类股 做一个落后补涨的动作 好 不过提到这个大型全资股呢 也许在这个封关的前夕呢 很多人手上就说 哎不行啊 我最近手上钱很紧啊 我要买家具啦 我要买菜 我要包小朋友的红包 我手上真的没有这么多闲钱 但是有没有一些 比较低价的中小型个股呢 广告回来 哎 我们来揭晓刚刚提示的中小型电子股 目前是法人在持续锁定的目标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大姐 我在国外多年 真想搬回台中住 我最近刚搬到香脸房居来 这边的服务 比无心机卖店还好 早上游泳后 还能享受SPA 下午约姐妹涛 来喝茶聊天 晚上到对面的 星光三月逛街 重点是 价格真的不贵 快卖完了 赶快带你老公来看哦 一个人勇敢出发 体验另一种人生 只要我以为 Samsung Glassinger 3 香送粉 献给予温柔力量 勇敢改变你 花开富贵 一炮而红 心想事成 新年买新机 送Samsung Galaxy超值豪力 快上网搜索 心想事成 Keep in touch 中华豪力 买三星指定机种 百万奥地惊喜抽 家具年终特卖 开手 十档十三 以示茂三馆 开春换新床 睡睡都平安 来床的世界 就床换新床 最多限制了两万元 美国原装新墓司 只要两万九千九 美国比格民床 金报价一万六千八 还有买到赚到加加购 探心你 我只有名城 放贵你 起来床的世界 Babbington 花嘎咕 年前最后一档 十六十三 十六三馆 全方位暖房专家 嘉仪给您家的温暖 全方位暖房专家 嘉仪给您家的温暖 想想你的未来 是身强体健 还是长跑医院 是享受人生 还是老弱缠身 你可以决定自己的未来 延缓衰老要趁早 绿宝藻晶晶王 数千亿个绿藻细胞精华 天天更新生理机能 国家认证 纯天然PCGF 延缓衰老 怕老 和藻晶王 极品绿宝藻晶晶王 加剧年终特卖开始 十当十三一世梦三馆 新的一年从富足开始 麦当劳焦财福堡 厚实鲜嫩肉排 进入黑胡椒酱 撒上新鲜洋葱 焦财福堡让你大享口福 丰收满足 搭配元宝脆薯 集成苏打 焦财纳福更满足 焦财福堡送好运红包 包包送好礼 好运百分百 白明尘 瓦咖咕 年前最后一档 十当十三 时髦三馆 欢迎再次回到三连球财经 还是要来到这个揭晓时间 就刚刚提到说 在中小型的个股 目前已经被法人给锁定了 到底是落在了谁的身上 能不能够复制一下 去年华雅科的走续呢 今天我绝对不会再犯错了 我们来揭晓答案 123 就是落在了铃声 这个封测做陀螺仪的这个铃声 很多人也许都不会看到它 但是这边非常强势呢 这个带量往上一根红黑之后 直接突破了下降压力线 新产能可能会在第二季之后 就会开始开出了 股价禁止比也是相对比较低 在去年前三季 累计获利来到了这个0.74块钱 目前股本也算是蛮小的 只来到了38亿左右 好拉 但是也好杀拉 还是要提醒一下风险 目前股价非常的低 只有来到了一次头 相信很多婆婆妈妈 在这过年之前 也能够买一下来乐透一下嘛 对不对 这个董哥 就不管技术面啦 基本面啊 筹码面啊 是不是还算是蛮完善 巴克来喔 之前都不买喔 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 持续开始索码了 目前是买超来到7600多张 算是蛮大量 那这个股票我们看形态 它是三角形收敌的末端 那末端只要突破长期的下降趋势 压力线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波段跌势结束 整个趋势扭转 由空翻多 那我们看它这个图形是周线图 而且是带量 所以这种标的来讲 它的波段的涨势开始 那在操作这种标的的话 因为它基本面也不错 外资也就背书了 所以技术面也转强 那操作上的话 可以看到它的日线 一般我们玩 这股票完成形成波段上涨 我们的实物上的经验 你就观察它的量 我们讲过有量就会有价 所以你观察它的成交量 是不是每天都维持在 五日均量之上 如果每天都是 它就形成波段上涨 当它的量开始缩在 五日均量之下 就代表人气退潮了 就涨不再动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这种比较地 它的形态已经出现 终极趋势的一个游空翻多 所以操作上你就观察 它的量 日线图的每天的成交量 有没有大于五天的平均量 如果有就持股续报 如果没有 这种标的就开始出现背离了 变成价掌量缩 或是价掌量缩 那代表说就价量背离 就没有追加的意愿 就操作上这种标的 你要用日线图做参考 做操作 周线图判断它的波段趋势 好 目前在这个筹码 持续在锁码当中 除了包括零声之外 我们来看到是在画面当中 还有哪些比较中小型的 个股异病 帮大家稍微掌握一下 包括了今天非常强势 直接攻上转停板的瑞宜 台药 绿能 赵鹤 这个瑞宜 去年也非常的惨利 这个筹码已经开始锁定了 目前只差什么 只差一个题材 百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了 这个问一下郑贤了 就东风面来看 谁最有题材的话题 最有题材的话题的话 我觉得又可以 可能有个红包可以期待的话 其实也是在相对低价的 这个台药身上 那台药身上就是说 大家只说铜箔基板 好像这个趋势 还一般般没有什么特别 可是不要忘了 台药的主攻是在基地台的 铜箔基板 所以在别人的铜箔基板 毛利率可能都十几二十%左右 它的毛利率就比别人高人一等 而且目前来讲 台药的这个本益比 跟股价净值比 刚刚提到我们的铃升 这个PB比大概在1.04左右的 其实已经觉得蛮低的 可是台药目前的股价 其实还是低于净值的 那本益比的话 去年就赚了2.4块 那今年的话 成长在2.7元 目前本益比也不高 还是低于10倍 所以说在一样低价股里面 我觉得比较看好的是在台药 那绿能的话要比较小心 因为绿能的大股东叫上智 那这个上智 最近一直在出脱绿能的股票 我们常常讲 不要跟大股东对作 对 那大股东都在卖他的股票 你还想积极地介入 我觉得这样就会有一点危险了 好 提供大家来进餐和了 祝大家多么愉快 我是韋婷 下离杯晚上九点再见了 拜拜 拜拜 好渴哦 Coco 大丈夫 来 水离子 Coco 是身体的水 离子失去平衡 就是要喝水离子 Coco就喝水离子 I-O-N水离子 天气都变化 健康补水就喝水离子 是你 家庭的奶昆 自己叫 自己的身体 自己叫 这位阿嬷就是每天都喝水离子 让她的脚脱了 身体勇敢 备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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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怕 现在传一罐健康免炒环 是否呢 家具年终特卖开始咯 十当十三 世梦三馆 新的一年从富足开始 麦当劳焦材福堡 厚实鲜嫩肉排 进入黑胡椒酱 撒上新鲜洋葱 焦材福堡让你大享口福 丰收满足 搭配元宝翠鼠 集成苏打 焦材纳福更满足 招财福堡送好运红包 包包送好礼 好运百分百 北冰村 华家姑 年前最后一档 十当十三 世贸三馆 六映仙甘霸 少咱老天 金白救喜山 会共化呼吸道 击少化痰过喜庚 在现代金白 金白救喜山 开春换新床 水水都平安 来床的世界 就床换新床 最多限制了两万元 美国原装西茂斯 只要两万求 jed 美国原装西茂斯